世界足球联合会FIFA的丑闻,可是传出过太多回了,老主席布拉特下台确实是充满了喜剧色彩,还有太多事情根本说不清,道不明。 如今,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办完,类似的指责越发多了起来的,这也让很多绿鹰迷再次怀疑他们的公平性,特别是2034年世界杯花洛沙特,几乎是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态。 事前传出的中国和澳大利亚等潜在对手,则根本没有递交相关的文件材料,这确实是有些太过想不到了,毕竟,这可是世界杯大赛啊,因此,自从参办到公布答案的整个经过,都有很多人不太认可,这对FIFA的声誉自然是十分不利。 在和本国绿鹰媒介RND会谈时,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和欧洲杯组委会主席拉姆也直言不讳,指出国际足联把主办权交给沙特是犯罪行为,他们一定有很多不公正的情况。 此言一出,确实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。 毕竟,这两位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,这么指责自己队友,确实够勇的。 拉姆谈到,国际足联的诸多措施都是向着错误的方向在走,他们昔日保持民主的价值,和在世界范围中可起到的正向作用,早都不存在。 很多人,是,基本都是在遵循着金钱至上的原则在操作了。 他也很明确地谈道,自己对2030世界杯的三大洲联合主办十分不满,对2034花洛沙特更是不可接受。 切费林和德国传奇的态度也是接近的。 他表示,在世界杯主办国选择时,国际足联早都抛弃了自己的公平公正原则。 很多的操作都严重地伤害了足球本身。 足球不再是天生纯粹的运动了。 相比上面的拉姆,主席对轮流的承办安排不认可。 因为欧足联的级别比亚洲太平洋好太多了。 切费林表示,在卡塔尔的冬天主办世界杯是可耻的。 这导致绿鹰世界遇到了很多问题。 没有任何好处也特别不明智,不合适。 在发布了这么言辞激烈的表态后, 他们也希望能够敦促FIFA改正,把自己的错误和问题都解决。 粗绿鹰世界回到本该有的纯粹色彩。 他们也丝毫不惧怕国际足联会因此制造麻烦。 毕竟,欧足联还是世界足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如果他们发布了极端的表态, 那么国际足联还是抵抗不住了的。 可是,这么多丑闻爆发后, 国际足联还是这么安排自己的赛事, 确实是不惧怕太多的指责了。 在社媒中,也有粉丝指出切费林自己的问题。 欧超联赛的成立正是为了针对他们的存在。 虽然,后来他们也遇到了这巨大的失败。 欧国联的问题也被很多粉丝反对。 这是他们类似国际足联的新问题。 在社会迅速的改革发展中, 足球世界不会也不可能只保持比赛属性这么单纯的。 推广商业活动是正确的也有利于绿英事业的发展。 只不过,怎么监督? 怎么分权? 怎么保证绿英赛的竞技水平提高的? 必然还有待研究的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 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大家。